中国功夫从很早之前开始 一直是我国最主流的传统文化 也是我国最具标志性的代表 成龙是中国最有名的功夫巨星 不仅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 就连国外也是赫赫有名 是全球最伟大的功夫巨星之一 他的功夫喜剧是中国七八十年代最火的票房保障 即便放到现在来看也是丝毫都不过时 但如今成龙已经有65岁了 虽然还能跑能跳 但身子骨已经大不如当年 许多危险的动作都慢慢放弃 当年勇往之前的劲全输给了年龄 红金宝也是中国功夫电影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他不仅参与了李小龙的《金武门》 还在《龙争胡斗》中曾与李小龙亲自过招 后来更是以武术指导的身份 一直活跃在香港的功夫剧中 李连杰在国际上的名号可能没有成无响亮 但在国内的名号还是非常高的 后来关于李连杰被病魔缠身的新闻 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 直到他正式现身时 才证明了这个传言的事实 那时的李连杰不仅没有以前精神 就连面容也苍老了许多 头发也全被剔了 看着让人感到非常的心疼 现在能撑起功夫片的 也只是寥寥可数 而士小龙就是其中最有前途的一个 但长大后的士小龙完全就变了 不再有当年功夫小子的模样 反而转向了偶像行列 吃起了青春饭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内容 喜欢就加个关注吧 小编每天都更新哦